進去設有一個房間 真的發現 我看到我這間我嚇到了耶 這百貨公司啦 欸 很多耶 很像瘋了 因為每個女生都會想要擁有自己的一個更衣間 開箱千萬豪宅 有錢人都喝玉米巧杂湯 歡迎收看耶!生日雞茶 是 不是 Walking Boy 這個好嗎 這大家都知道了嘛 這不是我們其口嗎 我先來講一下為什麼 我真的現在會這副德式 因為他非常的餓 然後又沒睡飽 餓扁了 真的好滑滑耶 我嚇死了 我嚇死了 因為我在樓下的時候 大概有三個警衛吧 然後超級多門 而且樓下還有咖啡廳耶 你最愛的黑咖啡 對 那我們下去喝吧 你趕緊放勾 讓我們先聊 怎麼會你再敷衍了 我今天太誇張了 來到生田的新家 生田藥妝 對生田藥妝 一億的豪宅 今天雞茶目的就是 一定要吃到好吃的食物 高級人都吃什麼 可能高級的松露啊 什麼戰斧牛排 圓窩鼠 對 冰箱燕窩一大堆什麼什麼的 Let's go 你看他連門口都這麼高級 門牌是LED耶 而且他可以直接按密碼進去耶 有一個皮膚差距 我們來囉 生田 Bye 生田 生田這麼久不見 對啊 最近好嗎 你要幹什麼啊 生田 我們今天來看一下 生田厲害的家 我們現在看到這個是鞋櫃 這鞋櫃啊 我看得出來啊 喔 生田你有這種屁號 等一下為什麼會有高跟鞋 有私有 有私有 私有 私有 喔 零蛋撞鞋 欸 真的耶 下座師的時候 我先檢查有沒有鞋墊 來 有沒有鞋墊 你鞋墊 喔 還好 生田不需要鞋墊 哇 而且好大喔 天啊 這是什麼 它有設計感的啦 各種蠟燭耶 喔 它有room service 但是還有包裹類的呢 還是你可以幫他送上來 謝謝 剛剛那個秘書 你好像東尼史塔克 我個人秘書耶 太棒了吧 那小辣椒在哪 小辣椒 就是像鋼鐵一樣啊 沒有沒有沒有 我這裡一個沒有 電視那時候 其實我們在做設計的時候 就特別要做大一個 發射吋 對耶 好大喔 就跟我家床一樣大 哇靠 哇 你該不會有秘到吧 沒有沒有沒有 所以吃飯的時候 你就可以在這裡看電視 太狂了啦這個 當你的狗很幸福耶 竹筆 我好想當你的狗喔 我們都是狗狗 幫忙幫忙幫忙大隊 出門出門 你怎麼我們在大型啦 我們拍的蛤蟆棍來了 去幫你咬錢進來 等一下呢我可以表演 光給你們看 光 你是桃園喔 表演光 現在這個是這個模式的在 你再按一下 戲劇模式 欸好像有情調喔 用餐模式 然後全關 因為這個就變成 全部都是要做智能 智能家電 對 其實這個還可以steeric 可以用講的 這個也可以用窗簾 這樣 如果我是你我會每天想待在家耶 外面不會有 比這裡很舒服的地方耶 真的 家裡有圓湖的這個很棒耶 很像醫美診所耶 然後我跟你們說 餐桌啊 餐桌那時候是特別定製的 主房本來是在裡面 然後以風水來說 保證生病 所以那時候才把它移出來 然後因為我很希望沒有來嘛 所以我們就特別做這樣那種 開放式的 啊你才會哪邊 才會 才會在那邊 趕快去摸我先 趕快摸我 哇名牌耶 對 送你們一張 所以要送我們一個包 哈哈哈 送你們安心亞的專輯 送你們安心亞的專輯了 謝謝 安心亞 那新歌很可愛 那新歌是那個 強男黑又強不贏 對 他最新的那首呼呼好好聽喔 呼呼是多久啊 張柏勒格勒也很好聽耶 我是愛的抱抱嗎 靠牙 別人啦 不要 這個超舒服的 這個椅子啊 躺上去會非常睡著 真的嗎 蘇比 不要變灰色來 蘇比的時候見過最會搶劲的狗耶 有沒有敷啊 喔喔拍完是不是拍完 這次是名設計的嗎 對主要是他們是義大利設計 義大利就是說明的浪漫 重點是有吃的嗎 我叫秘俗送 薯餅 不不不 鬆餅 薯餅是你家的狗耶 就把薯餅送出去鬆餅回來 果然大老闆的包飯啊 這間是什麼 這邊有個吃飯 這間家 進去吃我一個 房間 我看到這些我嚇到耶 全買LV啊 對啦就是更衣室 這百貨公司啊 欸很多耶 已經這樣瘋了啦 因為每個女生都會想要擁有自己的一個更衣間 居然能看到公仔一樣對不對 欸你看他的浴室還有兩個 這樣子洗手 我知道為什麼要擺兩個馬桶 我之前去菁姐家 他家裡是兩個馬桶 我就問菁姐說 欸為什麼兩個馬桶 然後就在那邊說 蛤因為這樣子我就可以看我老公 手牽手大便啊 那你這個就要站著尿尿 然後左手跟他牽 這樣子不會很快嗎 夫妻的浪漫啦 我就發誓我以後 臭臭要兩個馬桶 這間是好像飯店救命啊 這間是零酒店是不是 有沒有缺用了很肥田 肥田是不是 生田 這間是生田新地 對 我跟你講 房間有一個很酷的啦 我們有一個洗澡模式 就如果要洗澡 我們一進門 就可以按洗澡模式 然後就這樣 我就怕被這邊看光 對 起床對不對 不是啦 起床模式 然後就可以了 啊這個也可以設定時間 你要今天起床 它就亮了 竹餅你好幸福啊 又要當狗 欸你沒有床 你要不要躺一下 丁龍咪 啊啊 好酷喔 它可以就這樣子 然後就看 看那一隻 它可以直接這樣生起來 就直接幫你打漏毒欸 哈哈哈 你真的以為來到醫美 真的很像醫美 欸 我看你那個 麻醉那個好好笑喔 現在幾分罪幾分罪 七分 有七分 請看回顧 現在大概幾分罪 有七分 有七分 你看男生還可以把自己 整理得這麼乾淨 天啊 這裡有吃的嗎 沒有 沒吃的 每一個地方都講 這裡有吃的 不算 因為森田本身就有在做衣服 對 這裡以前就很潮了 所以你給我配一些潮的 培哥你想變帥 後來要穿 可以穿嗎 現在森田要把我們兩個變帥了 要改裝了 變裝了 森田新地走秀時間 Let's go 今年秋冬最流行的 以為我變服務模式了 來一個POSE 來帥氣跳個舞 幾分帥 幾分帥 有七分 這個好像變態喔 我不知道為什麼 顏值問題嗎 他連背影都像變態 你看 來給你一個包試試看 加一個包不一樣耶 也會比較帥喔 可是你包包怎麼會這樣子嗎 你為什麼這樣子拿啊 就可能這樣子啊 拿上 你嫌他臭是不是 不是啦 一般都是這樣拿 然後放下來嗎 你不能放嗎 不能拿 這比我那個白色包還快 我真的喔 喔 為什麼穿哪個姿勢這麼快啊 森田老師你可以教一下我們的培根嗎 對對對 男生我覺得可以這樣背 放在前面 因為他剛剛拿的姿勢很不適合 我現在拿那個一樣無餐的感覺 我覺得是帽子出錯 放在前面就很想那個耶 魚喔 魚很挑喔 喔 船田有早有早 好快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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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可以殺價嗎 然後市場很多都這樣子 森田的襪子喔 快點 森田內褲 怎樣怎樣 找到了 森田有這個 他也是穿小的內褲 找到了 森田為什麼有這個 肩膀的啦 是嗎 真的啦 不是上牛的怪癖 不是 森田 森田到那邊啊 我找到森田內褲了 欸他內褲很乾淨耶 怎樣你要聞是不是 我沒有要聞啊 而且他的 是有質感的那種 這什麼材質啊 絲嗎 絲柔 他連內褲都這麼講究 絲柔內褲 啊我送你這個啊 這還沒穿喔 太龍 森田出的內褲 快高級內褲來了啊 我幾乎上流社會了 5分鐘後 5分鐘後 內褲褲來了啊 你這樣好像變太龍褲了 我再秀一下你的臀 我 你真的 是不是 是不是很舒服 讚耶 是我 你看你的臀真的好美喔 美齁 我現在有什麼 210度 而且你的肚子很白耶 我們一起誰肚子是黑的 你真的黑的嗎 等一下 你先看你腳底板啊 我今天穿絲網 我今天穿絲網 天長你看到嗎 看到了 我今天看到家裡有這個 我家只有冷氣的 什麼是溫暖模式啊 還是大家會變很熱情 變暖男模式 對 你們其實現在很像 真的有積茶的感覺 因為你們現在是福爾摩斯跟華生 有沒有 有沒有 我要看你冰箱 找到了 一定有很多好吃的 什麼牛排的那些的 一定在這邊的搞定 拉寶子喔 你要吃嗎 是很正常看得到的食物耶 牛奶花生 這個超讚的 小花生的食物是很浮華的耶 浮食物啊 浮食物 牛排呢 一定有藏牛排 沒有牛排 可以給你找出來 牛排 鬆露在哪 鬆露在哪 鬆露咧 找到了嘛你看 蛤蜊巧達濃湯 這裡是有錢吃的 這個一定很強 我覺得這個一定很貴 不是 這是活到麻煩的 很好喝 很節儉耶 哇 內湖的味道 喝看看 來自森田新地的 喔 原來內湖都喝這個 天啊 我們變高級喔 我們 終於 喝湯 高級味道 欸 檸檬紅茶 哈哈哈哈 但是用高級的品質裝 就是不一樣 居然有些食物在高級餐廳出現 你看把粉腸大腸深腸 一放到高級餐廳 突然變得更有質感 小達濃湯 森田 你要喝嗎 這樣會好意思嗎 可以啦 我來用 我要喝 最後有一個 就是暗的 它是95度 出來的就是95度 我跟你講 連鍋子都比我們聰明 等等 它自動洗碗機 智能該不會以後有自動洗澡機吧 智能該不會以後有自動洗澡機吧 你說自動開爽機啊 自動洗澡被澡機 自動洗澡被澡機 欸 它酸你以後都穿這樣好了 因為你這樣好像真的寄茶園喔 那我給你借這件是你 送你啊 真的假的啊 真的假的啊 你太大方了吧 包包 包包 借你 借我開澡 借我開澡 它這個 垃圾桶會跟櫃子一直出來 垃圾桶出� 漂亮田得分 夫人 孫生開始聊起 以前被詐騙的經驗 是不是有一位男人會打電話給你 叫去Saven那邊 my gosh 點數3000 然後你就很害怕你出了以後 結果那個女的一直沒出現 蛤 欸 我跟你講 我有這樣過欸 最好了啊 那是男生才遇到的事欸 我遇到了 我上網買了一個PG美人網的包包 然後他假裝他是郵局打來的 可是真的是郵局的電話喔 但我要告訴大家 因為他前面有一個家 我後來才得知原來那個家就是炸電集團 他打電話給我說 欸 你是不是在PG美人網上面有買什麼包包 我說對對對 然後他說 那你在購買的時候 你不小心按到批發商了 所以每個月可能會幫你扣5000多塊什麼什麼 然後我說那怎麼辦要怎麼處理 他說沒關係 你現在去銀行 然後提前出來 然後因為那時候我才是學生剛畢業 然後我存了3萬塊 他說夠 你全部領出來 然後到Seven 然後買點數 我自己在那邊買了3萬塊的點數 然後唸出來那個所有的序毛 天啊 這是我人生中最痛的 比失戀還痛 剛剛快對我來 對一個學生來講 真的超過 這是我 就是每天都在打工的錢 然後那時候超級無敵心痛 那個要下地獄了 所以大家就是 如果之後 這種騙法的話 大家不要相信 我也是有一次要幹嘛 那個PS4 什麼帳號被鎖了 嗯嗯 趕快打電話給官方 他叫我去儲值啊 去買那個點數卡 對 你也是買點數卡 我趕快唸給他說 你把那上面唸給電給我聽 對 我覺得我自己好像在圓交喔 對 最新的那種詐騙法 怎麼我是情死王 會途轉身 然後我還沒死什麼 你現在趕快會情分 我還會救你 什麼話哥 誰會上當啊 哈哈 哈哈哈哈 深田青色做的玉米濃湯耶 看起來愁得要命 對 它本來就是 喔 加麵包 它本來就是要沾麵包的 這我最愛的耶 用酥皮濃湯的感覺 這超好吃的 不誇張 不是喔 你真的是小孩子耶 而且要滴出來 應該要叫生年示範吧 高級人 我不相信 他有什麼特別的吃法 它這個是要這樣吃 然後這樣子 沾吃 這樣會很好吃 你吃看 因為它這個 這個其實不是湯對不對 它其實是沾麵包的那種 你不覺得太鹹了嗎 喝的話會太鹹了 喔 我懂了 那個湯母女那個專門沾麵包的醬 對對對 這個是鹹豆漿油條吃法 我這有和豆漿吃法 那因為你看 你已經來到一個高級的地方了 所以你吃東西要變得更高級 喔 優雅一點 對 優雅 怎麼樣 那個巴黎世家那個 案子到了沒 500萬可以吧 差不多囉 它就是那個香奈兒的那個 香水什麼時候出席活動 下禮拜了 孫總 下個月巴黎世莊州 替你安排好了 你代替我出席 OK 一定會滅 一定會滅 耶 參觀完生片的家了 那我現在要問一下生片 嗯 因為其實我一開始知道你的時候 是從 對 無名 吉思通 對 我小時候的時候 我小時候 哈哈哈 然後那時候不是很流行 影音部落客 影音部落客 或是商品 或是美妝穿搭 然後現在 就變成自己是老闆 對 因為就自己創了一個平台 所以這個叫check to chain 我們這些check to chain 主要是 柴油鹽米醬素材 美賣其他都賣 那我可以問一下 你當老闆的 新的 想要聊一下當老闆的新的 這樣講啊 我覺得應該不是說當老闆是新的 因為我們自己本來也是像一個網紅 但是你有多一塊經營的時候 其實你就會有那種斜槓的名聲 可是我覺得這個東西是要慢慢來 因為不見得每一個人他都是想要的 喔 那很多人不是說 啊 投資然後失利 嗯 就好像會是因為 他的想法和他的執行者 我應該跟你去做那個什麼電商啊 可是我很好奇就是 就是你當老闆有遇到什麼挫折嗎 欸 我覺得難免都會啦 因為當然因為我覺得我們之前比較算是 被經營者 那你現在經營自己嗎 會是經營公司嗎 可是我覺得那個心態會比較不一樣 但我覺得我會很勉勵所有年輕人去嘗試 就是說會不會有員工比較皮或是背叛 這我覺得都會是遇到的 可是我覺得把那種事情變為轉機 我覺得會變更強 對啊 所以當老闆其實很辛苦啊 有很多不為認真 然後其實現在的心態就會變比較沉 不會那麼的 古早 對 感覺出來嗎 欸 其實我滿好奇 如果孫生有一天當老闆會變成怎麼樣 我還是一個同心未明的我耶 大家都說我的幼稚是最成熟那種幼稚 上次一個算片師一碰到我秒哭 應該感受到我從小到大的那種痛苦 但我的幼稚可能變成一種保護社吧 你不想讓別人看到你很難過 因為內心太脆弱了 所以你就要把自己足齊到防火前 我應該跟你去做電商的 我們都可以住在一起了 那其實就是想住這裡 那培根有什麼話想要問森田嗎 呃 請問這個加盟者還有缺人嗎 我突然對這個電商有那麼一點興趣 那我跟你講下次也可以開箱一下森田的公司 超級大超級可怕的厲害 我去過一個 比什麼功夫茶飲料店好玩多了 對 我不要開工仔店了 我跟森田搞事業了 我覺得森田不敢跟你 孫森田都有趣啊 既孫森和森田 好 謝謝森田 謝謝 謝謝你讓我們請問 有空再來嗎 這麼好走一下 那我們要走囉 我們還有下一個通告 掰掰 送客啦森田 謝謝森田的衣服 掰掰 掰掰 我沒事不用管我 我跟森田好好獨處 我跟森田的案子了 好算了我真的走吧 那我 這系列以後就換我們主持了 也算會很夠 都只會沒打擾我們森田 誰要做YouTuber 現在要做電商才對 我們一起搞大事吧森田 喜歡影片訂閱按讚分享 我們一起創造為了 大家掰掰 以後來要找我的話 要來內湖找我喔 現在森田誰家 大家就跟我們說 我們都去雞茶 大家掰掰 我要睡下午覺了 晚安 順便趕快 玉能湯 早安準備好